你之所以进入到脱口秀行业 而且你对它真的 有这么大的热情 是源于你自己的经历之后 你特别珍惜 现在还能活着说话的机会 我这样去总结 对吗 对 百分之七八十吧 就之前 我一直在做幕后 在做别人的内容的输出 但是我自己性格又很幽默 所以那时候没有脱口秀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要不然我们给你搞一个喜剧节目吧 但我从来没有珍惜过自己的天赋 或者是很好笑的这种能力 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我出了一场惨绝人寰的车祸 这个车祸当时把我干得妖猛 就是 伤得很重 对 撞得面目全非 然后昏迷了十多天 然后我妈基本上 一天牵一次病危 当时大夫出来说 最坏的结果就是 你要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孩子可能是植物人 等我醒过来之后呢 我妈就说 哎呀 觉得你要是不会说话了 都不如死了 当时我想的都是这点 当时后来我醒过来之后 我在病床上 我当时就想 我还能讲话 然后也算是一个小小的 医疗奇迹吧 出外没多长时间 我就决定去讲讲脱口秀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脱口秀 演员羡慕我的啊 因为我有一辈子素材可以讲 他们都没有这素材 当你们深深地被他的故事 所吸引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用一种 没有让你笑的方式 来打动你 我应该提议给他一点掌声 也祝贺他 能够拥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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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站在舞台上 很珍惜说话的机会 并且能够和我们这样 健康快乐的交流 非常感谢崔梦 你的艺名叫八厘米 对 在这儿呢 我也非常漫不经心地 说一声 大家如果对他感兴趣的话呢 就多看几遍 非你莫属地重播 至于他那个自己刚做的 什么公众号八厘米啊 就不用再关注了 感谢崔梦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